7月6日,左魁总统主持了第26次东盟-日本峰会,并称东盟与日本战略全面伙伴关系是互利合作的。 左魁总统表示,东盟和日本同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,这不仅仅是一世性,而是采取互利的具体合作。 日本是东盟最积极的伙伴合作之一,也是东盟印太地区的主要的支持者。 东盟希望日本通过东盟基础建设基金和东盟催化绿色的金融基金,继续加大对东盟的贡献,支持互联互通和绿色基础设施。 此外,总统认为,东盟和日本都对维护地区和和平、稳定与繁荣发展负有重大的责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